欢迎来到我们六度世界节目 今天的新闻非常多彩 让我们来看看有哪些重要事件吧 首先我们要向一位真正的英雄致敬 在特朗普的宾夕法尼亚州竞选集会上 一名消防员康佩托雷为保护家人而重担身亡 被誉为现实生活中的超级英雄 康佩托雷的英勇行为感动了无数人 宾州州长也称他为英雄 并表示将将半旗向他致敬 特朗普虽然在事件中受伤 但无大碍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科技的双面刃 最新研究显示 人工智能在写作领域 展现了强大的创意生成能力 但也带来了潜在的问题 研究指出过度依赖AI辅助写作 可能导致未来的书籍和电影内容 千篇一律缺乏多样性 虽然AI能让创意提高 但它也可能扼杀人们的独特性 最后我们关注一下 美国总统拜登的最新讲话 特朗普在竞选集会上 遭到暗杀未遂 现任总统拜登在白宫椭圆办公室 发表全国讲话 呼吁美国人民团结一致 降低政治温度 谴责暴力行为 拜登强调 政治竞争应该是和平辩论的场域 不能让暴力成为常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星州网报道 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 宾夕法尼亚州竞选集会上 一名50岁的消防员康佩托雷 以身户家人重担身亡 被誉为英雄 康佩托雷育有两个孩子 是一位热爱社区和家庭的父亲 他在集会中保护女儿 爱丽森和妻子时 不幸重担身亡 爱丽森在脸书上称父亲为 现实生活中的超级英雄 宾州州长夏皮罗也称 康佩托雷是一位英雄 并表示该州将将半旗 向他致敬 特朗普在枪击事件中受伤 但无大碍 另有两名观众受伤 枪手库鲁克斯 被特勤局狙击手击毙 截至当地时间晚上7点 为康佩托雷家人筹集资金的 GoFundMe页面 已收到近65万美元的捐款 星州网报道称 台湾国道1号 北向68.2公里处 杨梅路段周日晚 发生一起惨烈车祸 一名29岁詹姓女子 疑因不明原因 在行驶过程中 打开车门跳车 遭后方车辆撞击 导致大腿爆开 现场血肉模糊 送医后被宣告不治 据悉 詹姓女子由家人驾驶车辆 北上 突发事件发生 在她乘坐左后座时 55岁流姓男司机的轿车 闪避不及撞击了她 警方紧急处理事故 并疏导交通 导致北上车辆 一度大塞车 警方周一上午 将进一步调查 车祸肇事原因和责任 香港电台报道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 中央委员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 于上午在北京开始举行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 代表中央政治局 向全会做工作报告 并就中共中央关于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是现代化的决定 讨论稿 向全会做了说明 此次会议 旨在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是现代化 展示了中国共产党 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战略决策 和未来发展方向 星岛日报 将再度代表共和党参选 总统的特朗普 遭枪击大难不死后 美国传媒报道 共和党 福音派教徒 将这堪称奇迹的事件 归功上帝之手 视特朗普为天选之人 有力强化他当总统的形象 全美多处大型教会的牧师 在主日崇拜聚会时 将特朗普在宾州造势场合 躲过枪手暗杀的奇迹 归功于上帝 或将特朗普描绘为天选之人 加州其诺港式的 福音派基督教教会主人 牧师西伯斯对会众说 我的问题是 为何特朗普还能活着 他暗示 上帝认为 特朗普是以色列最好的朋友 因为特朗普在任期内 积极支持以色列 包括承认耶路撒冷 为以色列的首都 乔治亚州福音派教会的 牧师富兰克林也表示 上帝保护特朗普 是有其用意 并引用旧约预言 祈求上帝让特朗普 实现带领美国强大的使命 许多共和党政治人物 也以上帝之手来解释 为何特朗普能惊险 幸免于暗杀企图 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称 上帝昨天保护了特朗普总统 星岛日报 上周五 12日 科学期刊 科学进展 发表一项研究 表明人工智能 AI 但重复使用会导致内容变化减少 文本相似且缺乏多样性 研究显示 如果创意领域的从业员 利用人工智能 来协助编写故事 未来的书籍和电影的内容 可能会令人感觉千篇一律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和爱希特大学的学者 招募了约300名志愿者 参与一项比对人类写作 与AI写作的研究 研究发现 AI能让个别参与者的创意 提高百分之十 把故事的趣味性 提高百分之二十二 尤其对故事结构 和情节曲折有帮助 但AI辅助创作的故事 有一定的相似性 因为参与者过于依赖 AI提供的故事灵感 爱希特大学教授豪瑟指出 这形成了一种两难局面 一方面人们更容易 踏入创作领域 降低创作门槛 但另一方面 整体艺术创意水准下降 可能产生不良影响 学者认为 过度依赖AI工具 最终只会扼杀创意 星州网 华盛顿十五日讯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在宾夕法尼亚州 巴特勒造势集会上 险遭刺杀 之后脸上见血 振臂高呼的照片 堪称 名场面经典照 拍摄者是普利兹奖得主 埃文伍奇 埃文伍奇接受采访时说 那是必须被记录下来的 历史时刻 作为一名摄影记者 你必须在那 不能等 也无法回到过去 让他重演 所以必须当下 就把工作做好 埃文伍奇 是特朗普 在宾夕法尼亚州 巴特勒造势集会的 值班摄影记者之一 他原以为 这和之前 采访的其他集会一样 直到他听到 左肩上传来枪声 埃文伍奇 迅速将镜头对准 特朗普 记录下他 高举右臂 挥拳向民众喊话的瞬间 作为美联社摄影记者 长达21年 埃文伍奇 也2020年 采访乔治·弗洛伊德事件的照片 在2021年 获得普利兹奖 他还因拍摄 2008年 朝美国前 总统小布什 扔鞋的 伊拉克记者模样 而广为人知 对于此次拍下 特朗普经典 赵所引起的议论 埃文伍奇认为 无论他做什么 总有人讨厌 也有人喜欢 他希望通过照片 让美国民众看到 当天所发生的事 星周网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竞选集会上 遭枪击后 美国纽约邮报 误报凶手为华裔男子 引发当地华人社区 强烈抗议和批评 事件发生后 纽约邮报在报道中 错误的指认枪手为华裔 引起了华人社区的 关注和质疑 和女士致电给记者 马里诺询问消息来源 马里诺承认 这是印刷错误 并表示愿意道歉 但未明确何时 或如何道歉 尽管报道在一个多小时后 修正为白人男子 但华人社区的怒火 未能平息 华裔民选官员 如州众议员郑永佳 也对此表示担忧 认为此事可能 引发另一波愁华潮 特朗普在枪击事件中 右耳受伤 枪手被当场击毙 事件预计将加剧 美国社会的撕裂 与政治紧张局势 星州网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在宾夕法尼亚州的 枪击事件后 于星期日抵达密尔沃基 准备参加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特朗普的儿子埃里克 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视频 表示 特朗普乘坐私人飞机 特朗普一号抵达密尔沃基 尽管遭遇枪击事件 特朗普坚持不改变日程安排 并在自己创建的 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 表示不会被枪手 或潜在的刺客所动摇 共和党预计将确认 特朗普为他们的提名人 特朗普将在周四的演讲中 正式接受提名 预计会有数百万人观看他的 美国的新黄金时代演讲 星州网报道 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 一间咖啡馆 在星期天深夜 发生汽车爆炸案 造成五人丧生 二十人受伤 事发时 许多球迷正聚集在咖啡馆里 观看2024年欧洲杯决赛 爆炸被怀疑 是由自杀式炸弹 或汽车炸弹引起的 但具体信息尚未得到证实 索马里当局 也尚未发表任何公开评论 法新社援引当地媒体报道称 爆炸带来的伤亡 引发了广泛关注 进一步凸显了 该地区的安全问题 星周网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遭枪击 震惊国际社会 现任总统拜登罕见 在白宫椭圆办公室 发表全国讲话 几乎 让美国政治降温 希望美国人民团结一致 强调 不能让暴力常态化 拜登谈到 美国人靠选票解决旗舰 而非子弹 改变美国的力量 应该掌握在美国人民手中 而不是企图行刺的凶贤 他表示 政治竞争应该是 和平辩论的场域 并呼吁公民 创建一个良善辩论 和尊重法治的民主国家 拜登还提到 自己与特朗普进行了 短暂但愉快的 交谈 并对特朗普 对安全撤离表示感谢 强调已下令 对袭击事件 进行彻底调查 星周网报道 香港承巴 双层轻能巴士 首次穿过多条隧道 连接港岛 九龙和新界 标志着香港 在绿色交通方面的心理成碑 承巴董事总经理李卓豪表示 香港目标在2045年 实现碳零排放 未来将不再购买柴油巴士 而是以轻能或电动巴士 取代柴油巴士 计划以 七成轻能巴士 三成电动巴士为 目标 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 主席刘国勋提到 目前轻能巴士 利用灰青做氢燃料 虽叫氯氢不环保 但制作成本较低 更符合经济效益 星州网报道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20岁男子克鲁克斯 涉嫌在造势活动上 枪击前总统特朗普 当场被特勤狙击手击毙 昔日同窗爆料 克鲁克斯在学校 是边缘人 内向寡言 且经常受到霸凌 喜欢穿打猎服装到学校 并玩电动游戏 克鲁克斯 曾想加入校射机队 但因技术太差 被劝退 调查人员在骑车里 发现一个可疑装置 已交由炸弹技师检查 并正在分析 当局也正搜寻 克鲁克斯的手机 试图厘清其犯案动机 克鲁克斯家乡的 俊议会代表 隔日贝克表示 当地社区属于 相当稳定的中产阶级 也许是中等偏上 星岛日报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在竞选集会上 遭到枪击大难不死后 周日抵达威斯康辛州 密尔沃基 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为期四天的大会 在周一揭幕 有数千名共和党人出席 将正式提名 他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由于特朗普早前的 竞选集会上出现保安漏洞 令到枪手有机可乘 这次共和党大会的安全 受到严密关注 总统拜登表明 将提供一切资源与保护 以确保特朗普 在大会上的人身安全 特朗普的专机 于周日降落密尔沃基后 他在社交平台X发文说 降落密尔沃基 相关新闻指出 特朗普在受伤后 首次露面 轻松落机挥手 现场有持长枪的警员戒备 香港电台报道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下半年起 将开始撤走福岛第一核电站内 用于储存污水的横放型储存罐 计划在2026年底前完成 腾出的约5000平方米空地 将用于反应堆报废作业 367个横放型储存罐 每个长约15米 扩约3.5米 自2011年起 用于储存和事故后产生的污水 在东电改用容量更大的直立 是焊接型储存罐后 这些横放型储存罐的谁已排空 并暂时放置在核电站内 东电的拆除计划 在5月获得原子能硅制委员会批准 香港电台进一步报道 遭枪击受伤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如期前往威斯康辛州 准备出席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将正式提名总统候选人 总统拜登就枪击事件 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强调不能让暴力成为常态 呼吁国民降低政治温度 政治应该是和平辩论领域 必须用投票而非子弹来解决分歧 执法部门继续调查枪击事件 联邦调查局表示 已将案件列为企图暗杀 强调的枪手是单独犯案 不存在公共安全问题 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 出席竞选集会期间 被20岁男子克鲁克斯开枪袭击 诱饵受伤 袭击亦造成现场观众一丝两伤 死者是一名50岁的前志愿消防员 他当时用身体保护家人而丧生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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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